大家好,歡迎收看五間總見,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內地和本港股市中央收市的情況 先在內地股市方面,上程綜合指數中央收市跌25點 中央收報3072點 深圳成份指數跌93點 中央收報1087點 湖深300指數跌49點 半日收報3752點 創業版指數跌9點 半日收報2380點 至於港股也有回吐 半日跌376點 中央收報17616點 國企指數跌135點 中央收報5989點 科智方面跌107點 半日收報3635點 大市半日成交640億多 這節跟大家跟進一些個別股份的表現 先看,因為市場繼續關注大陸的疫情 尤其是廣東的疫情比較嚴峻 廣州白雲區今天開始 會嚴格限制人員的流動 令到相關股份受壓 三個板塊的跌幅比較顯著 包括零售股、餐飲股和豪島股 跌幅比較多 周大幅半日跌大約6% 李寧跌大約3% 安達方面 中央市也跌大約3% 馬體育用品股特報也是跌超過3% 餐飲股受過疫情拖累 海底漏也跌大約7% 九九二二九毛九跌半成過外 另外海鱗絲跌大約8% 客部客部和百姓中國 都要跌大約6%和3% 豪島股因為擔心廣州疫情 令到通關又要再延遲 阻礙了賭業的復甦 金沙跌大約7% 銀魚跌大約6% 澳博等等都要跌大約7% 大家可以留意 上星期恒指公司也公佈了 換貴檢的結果 這堆是當中相關的換馬股 恒指會納入康師傅 華雲萬丈和可以自家 看看有沒有一個炒驗難的情況 康師傅半日升到大約6% 明顯有些資金追入 華雲萬丈跌大約1% 可以自家武器跌 中央會24.45% 國子變動大一點 有納入4隻股份同時剔出4隻股份 納入中海油半日跌大約1.4% 中星跌大約2% 理想汽車跌大約3% 可以自家也是沒有起跌 但剔出的股份變動比較明顯 Bilibili跌大約7% 亞里健康半日跌大約4% 中國燃氣跌大約3% 順達生物跌大約半成 大家可以看這些換馬股的表現 之後說到國泰 公司公佈了10月份的營運數據 亦預料全年會錄得重大虧損 所以今早早股價也有受壓的情況 國泰說到10月份的載客量 按年升超過4倍 但載貨量減少兩成 公司亦預期 航空公司和附屬公司下半年的業績 會比上半年有比較顯著的改善 但因為聯屬公司預期會錄得龐大的虧損 所以整體2022年全年的業績仍然會錄得虧損 另外集團也公佈了10月份的載客量 按年增加4倍 但相比疫情之前的水平 仍然要跌8.5% 乘客運載率就增加44% 去到73.6% 國泰出完數據之後表現得麻煩地 最低半日去過7.28% 中收穫7.34% 跌大約2% 最後看看港交所 今天起婚文化 所以港交所 都要在300元水平下跌下來 半日要跌大約3% 再看看Mondin Stanley的報告 Mondin Stanley預期 未來IPO少和交易成壓的情況 將會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將港交所的投資評級 由大使同步調低到減遲 目標價亦調低1.3% 去到220元 大摩報告說港交所存在結構性壓力 另外對外重新開放後 所帶來更高的利率和風險 會成為業績短期的疑慮 而且市況亦具挑戰性 可能推遲來自新收入的機會 大摩之前亦在港交所公布第三個業績後 調低市盈率預測 盈利預測亦是隨之下調的 看得比較淡一點 但港交所半日 都做到291.60下 跌大3% 今天市況一般 所以港交所都做得一般 這節都跟大家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